字幕視頻 好啦 安安環節就到這邊啦 我們就先來抽 這個有沒有機會 我第一次抽啊我不太了解 這個有沒有機會直接抽到 還是說我一定要全部抽完 他好像是要收集全部道具就會 必中 鐮刀是不是 這把鐮刀是真的帥 先用藍粉買兩個紙的 是這樣嗎 所以我要買兩個紙的 我就隨便買啦 OK 兩個值得都買完了 然後再買組合包 是這個嗎 不是 不是 哪裡有組合包 哪裡 特別優惠 五千跟兩千 這兩個就對了啦 對 買了 OK 走起 這樣確定是最便宜的喔 不要騙我 我已經買了 好啦 買完啦 那接下來 哇 瞬間剩五千 我的天 瞬間剩五千 先抽十包好了啦 我們先抽十包 這有沒有辦法直接中啊 如果先中了那就是賺到 對吧 先中就是賺到 阿如果不夠 我們再課 我今天就是要把這個鐮刀寶出來 直接點這個吧 創世紀活動包 喔 這什麼 天際線 我連天際線都沒有 那個要全部抽到才能拿到 啊 那我這邊就是 他只能抽這裡面的東西喔 所以說這個東西他沒有傳家寶就對了 喔 喔 植布羅陀 不是啦 我一直以為他有那個 就是可以提前抽到 如果運氣比較好的話 結果沒有 他是只有保底 那我覺得 有點 慘招詐騙 來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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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反正都注定保底了 欸 這個是賺到了吧 這個是賺到了吧 一次蹦兩個耶 好了 沒了 我現在開出了 呃 14個 所以我再買10個 就是 直接保底就對了 其實可以單買 是不一定會曬到 所以你的意思是 有可能會先中 這次總共花了 3000加1360 所以是 4359 如果我一個可能會噴兩斤的話 那我單買是比較划算的嗎 有可能嗎 好 單買 喔 兩紫 兩紫 這應該不是吧 喔 紫金 紫金狂巢 這個感覺也不是這次的 又一個紫金 三個紫 三個紫 不錯 還差六個 兩個紫 兩個紫 欸 我真的覺得他只會 必得一個 對 我覺得他只會必得一個耶 他沒有什麼 會中兩個的這種奇怪的機率嘛 應該沒有吧 喔 抽獎還會卡 好啦好啦 保底了啦 保底了啦 我一開始真的沒想到我會保底 我一直以為他是可以不用 有機會不保底的 欸 欸 怎麼卡啦 欸 怎麼卡啦 看他說我想多啦 我想多啦 欸 怎麼這麼卡啦 這個伺服器是怎樣 怎麼了 保底了 怎麼了 早知道直接買10個 浪費我時間 好了 保底 謝謝大家 這個是什麼 OK 喔 傳家寶 喔 喔 喔 啊 無處可逃 死人曲線 啊 你不會想這麼近的看這東西 真的欸 好開心喔 花錢買快樂 因為就是這麼快樂 如此的快樂 好啦 我們進靶場先看一下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噢 啃得這麼 兇猛 一下30滴 啊 就這樣 我以為有什麼特別的 欸 欸 等一下 他變摺疊刀了 唉唷 啥 啊 所以他有很多種不同的特殊動作嗎 啊 這什麼東西 欸 怎麼軟掉啦 喔 所以 有三種 那我三種應該都用過了 欸 這鐮刀真的 很有搞頭欸 真的欸 還有軟掉欸 軟男 就這樣啦 舒服啦 開心了啦 happy了啦 花錢買快樂啦 欸 開大 是真的帥啦 好不好 真的帥啦 他好像不能踢人欸 他只能用刀砍是不是 還是因為是傳家寶的關係 傳家寶本來就是這樣 我第一次抽我不是很了解 是因為我這個攻擊心態 左鍵的話是長這樣 他左鍵的話是長這樣 真可惜沒有右鍵 塔納凸式的斷魂蓮呢 右鍵B模式呢 跑去哪裡了 真是可惜 這就是4000多塊 換來的一把刀 就是這樣